新中國中的學生製作好幾尊的神尊大偶 不是要參加萬聖節的變裝秀 他們要參加一年一度的齊東文化祭 由土地公 土地婆 千里人 順風兒 各式各樣的大偶 別具巧思 我們辦黑白舞場 因為我喜歡看那種日本的動畫之類的東西 然後我也有上網再查一些服裝製作的 在這個製作過程我們其實發覺到 孩子在老師的製造之下有這些溝通合作 包括去找資料可以發揮他們的創意 從這裡面也可以去更加對我們的歷史脈絡文化 做一個更深入的了解 我相信這個是一個很正向的有意義的活動 我們在在地的節慶裡面常常看到很多的寡心 各種的抑震裡面有很精彩的表演 但是大家都不知道這些表演裡面的內容是什麼 那這次我們就結合學校的美勞課程 讓我們學校的美術老師 主導我們的學生 就將我們傳統的這些神將製作成所謂他們的藕 從藕的製作的過程當中去認識我們的在地文化 大二節文教基金會2013年開始推動了齊東的活動 今年將在10月7號立東的這一天 邀請莊頭五大廟和新宗國中小學進國小等等 以裁切的方式來重現廟宇的鎮頭文化 而下午的四點也在三星三三宮的某天 有一連串的表演還有補冬祈福的活動 那立東在我們24節區裡面就是已經進入到冬天 冬天就是大家要修養修身養息 所以我們也特別邀請這些小孩子 參加我們在偵桃裡面 策劃的這樣一個傳統的一個節慶活動 是希望透過彩接跟展演 讓他們體驗一些傳統藝陣 傳統節慶裡面的熱鬧的興奮 活動的當天彩接的隊伍會沿途發送平安密 分享福氣 大節火教基金會也邀請大家一起來看熱鬧 進步滋養身體為冬天做好準備 11月7號下午1點 二節補償一起啟動 讚 一蘭新聞記者藍夏如彩保報導